香港大部分商用車輛 包括歐盟四型以上的 專輪巴士和柴油貨車 都有利用車用料數 將排放出來的淡氧化物 以化學還原成淡同水 減低廢氣排放量 最高達到80% 不過,內地政府在上個月中起 管制車用料數等出口化肥產品 出口必須有中國國家 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批文 消息說,專輪巴士公司 以往每天由內地運送車用料數到香港 近日就被內地扣查至少10天 影響供應 現在車廠貨存雖然充足 但如果情況持續 或需要向其他國家或地區採購 不過,價格就非常參差 據了解,九巴和城巴上星期 曾經與運輸署開會 商討後備方案 九巴回覆我們的時候說 正積極尋求不同的解決方案 並尋求政府幫助 以及與內地部門協商 成巴新巴就說 精密切留意事件並與運輸署跟進 蔣志偉說,消耗每100公升柴油 需要5公升料數 而車用料數最便宜是內地 每公升約2至2.5 比外國入口便宜約一半 疫情期間,遠洋船班次滯後 如果內地供應減少 會令商用車運輸成本大幅上漲 而缺少料數會影響排放 有機會違反環保法例 環保署和運輸署表示 供應商正同內地海關跟進 本港專型巴士營飯商正採用 不同途徑和方式採購車用料數 相關部門會繼續與有關方面商討 以探討可行的措施 有機會!